二房東張淑金告凶 帶潮帽被拍 眼神死 這…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果然是… 張小姐 沒錯 是淑金 16日又出庭啦 醫生粉紅帽 綠口罩 長大衣 還有一定要拿柳橙汁的look 不好意思… 忘了重點 他是來跟哥哥打官司的啦 因為坑殺房客 還有一頭拉庫的誣告詐欺罪 已經被判刑8年2個月 但他還是不收斂 繼續跟哥哥張震盛 打民事官司索討買房貸電的51萬 他撐之前借名給哥哥購買 北市大安區的一間房 後來兩人鬧翻 張震盛提告取的房子所有權 所以他幫房子付的 嫁金代數費都泡湯啦 提告要求歸還 其中51萬 16日開庭 熟悉說自己是金主 哥哥則說他是人頭 還道歉一千七百萬 他這有帶電嗎 就是我人頭 你說他欠你一千七百多萬 就是都是投資房地產嘛 他是在後面 你可以問他看看存不存在 哥哥說你欠一千七百萬 他瞭解今天跟哥哥見面有什麼看法 董新聞 報導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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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